大家好 我是小柔老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 鸡皮疙瘩 英文怎么说 鸡皮疙瘩 不是英文是什么 我刚才录了一个英文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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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如说恐怖电影 像Satako之类的对吧 或者寄静灵 鸡皮疙瘩会起来 你可以说 Tori hatata 鸡皮疙瘩 就是看恼 NRF的高潮部分 整个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还有像听到一段美妙的音乐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鸡皮疙瘩 对不对 比如说 那个歌手的歌声色偶喇 鸡皮疙瘩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听到让你震惊的消息的时候 比如说朋友发生事故之类的 新闻消息的时候 那你可能也会鳥肌が立つ 对吧 那你可以说比如说 友達が事故にあったと聞いて鳥肌が立つ 那还有一些场景 比如说中奖了 对吧 还有像拿到offer之类 就是特别激动的时候 也会起雞皮疙瘩的 对吧 那你可以说宝くじにあったとしたとき 鳥肌が立つ Alright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去听一些演讲 像Ted Talk 他说了一段话 真的能够触动到你 对吧 那你也会就是听到那段演讲 整个雞皮疙瘩 对吧 彼のspeechを聞いて 感動して鳥肌が立つ 就是听到他的那段演讲 真的很触动到我 感動して鳥肌が立つ OK だから鳥肌が立つ 就是鸡皮疙瘩的 要记下来哦 其实好多语言都有这个表达 Alright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Bye Bye 役に立ったと思ったら ぜひいいねボタンを押してください あとはチャンネル登録お願いします Bye Bye